好,我们知道了 全球越来越热 全球越来越热之后会怎么样呢? 会怎么样呢? 好,讲过了 我们大部分国中生 大部分的考试,考这个 当我们的地球 越来越热之后,两极的 冰山就会融化 两极的冰山融化之后 海里面就会上升 好,又一个让我 心中暗爽30秒的 因为学生也考了这一集 来 我们比较担心 南极的冰山融化 我们比较不担心 北极的冰山融化 为何? 因为北极是海 那个冰已经泡在海水里了 李化老师有教过 体积的十分之九都在 海里下 已经排开水 海面已经上升过了 只有上面的十分之一才会使海水再继续上升 可是南极不是 南极是陆地 那个冰是在陆地上 所以化掉之后全部都灌到海里去 全部都会使海水上升 所以我们比较担心南极的冰山融化 比较不担心北极的冰山融化 然后呢就是有沙漠化的现象 蒸发数据象征 这康宣版有带一下 但是平常都没有讲这件事情 平常考卷上都没有提这件事 会有沙漠化的情形 然后呢就是 再就是要搬家 因为 每个生活还有适合的温度 温度不要叫搬家 我忘记哪一种蚊子了 我这样不听 传播登革有两种蚊子 对不对 有两种蚊子 其中有一种蚊子 古时候只活在北回归线以南 不活在北回归线以北 但是天气越来越热了 它就可以往北走了 它就可以往北走 你就增加这些传染病传播的机会 传播的机会 所以呢 太热了 一是往上走嘛 一是往北走嘛 摆掉起来越往北走嘛 然后改变迁移 周期繁殖也都会发生变化 还有这些珊瑚啊 浮游生物 我们讲我们前面教的那个水污染 热污染的时候说 那个太热 珊瑚就死翘翘嘛 那各位也晓得 珊瑚是个很重要的生态系啊 很重要生态系 所以呢 珊瑚死翘 它浮游生物是最底层的生产者嘛 它如果死掉 整个食物店就挂了 整个食物店就会出问题 所以这会有一些影响 这个是IPCC 在2007年发布的报告 说如果全球这样越来越热 会有什么影响呢 在亚洲来讲 少数地方 谷物的产量可能增加 但是多数的地方 产量都会减少 有小事就是会有闹饥荒 粮食不足的状况 然后呢 海面上升之后 会有人会 很多人会缺水 会缺水 没有水 没有水可以用 因为你水荒 然后呢 海面 然后会侵袭一些人口 蟲民 然后还有这样的蚊蚓之身 一些传染疾病会增加 传染疾病会增加 然后呢 喜马拉雅山 冰川会 化掉 化掉之后 第一个是 化掉的 那个时候会造成 所谓的洪水 会造成土石流 化掉以后 就会使他们 没有足够的水资源 因为他们就 以前靠这个 冰雪融化的水 当他们的水的来源 OK 拉丁美洲 冰河可能会消失 巴西雨林会少掉 我们叫巴雨林 要做地球的废 它少掉了 对整个生态环境 有很大的影响 成为 找泽国 地霸地区 看到一些 网路上有一些东西啊 说呢 海水淹起来 会发生什么事情 什么地方都会淹没 纽约啊 什么这些都淹没掉 不见 还有一个台湾 坏话台湾 台湾比较好 是我们有个中央山脉 大家上山就好 当原住民 巴拉玛运河 无用武之地 因为北极会开一条路 对航商而言 这个是好消息 好消息 因为以前 北极过不去 一定要走 绕道而行 所以才要开一条巴拉玛运河 北极没有水了 结果大原航路 直接过去 省油省时间 对于航商 这叫做好消息 对巴拉玛 也叫做坏消息 我们的全球暖化 对某些地方 可能是好消息 可能是好消息 我们 在我们的讲义 的 45页 有跟你写一个 当格林兰冰川融化的时候 格林兰以前都冰天雪地 啥都没有 现在化掉了 春暖化开了 很好 还可以有畜牧叶 园艺叶都可以蹦出来了 什么都出来了 对他而言算是一个好意思 对他有一些正面的影响 但多数地方是没有 北极的冰化掉了 还有引起一些国际上的问题 所以现在北极周边的国家 都去插旗子 咔嚓 这是我的 干嘛 北极传说底下 有很多的矿场 以前开采不了 冰化掉了 可以开采 所以就过去插旗子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地方是我的 就要抢夺北极的 天然资源 天然资源 OK 好 巴拉马 然后呢 欧洲也是地中海 妨碍 观光业大受影响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大家去阿尔卑斯山 要滑雪嘛 赏雪景嘛 结果雪都不见了 你也甭滑了 所以观光业什么之类就会大受影响 大受影响 然后呢 澳洲 纽西兰 珊瑚礁石 翘翘 然后呢 热浪 火灾会增加 各种天然灾会变得很多 很多 然后呢 非洲就可以更闹饥荒 更闹饥荒 灌溉不足 而且还比较可怜 他们小卖不够 他们比较可怜 他们还没钱 因为国际国家都很穷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 没有钱去应付这些问题 应付这些问题 然后呢 整个自然生态呢 都会受到冲击 北极的浮冰消失 北极熊的在建 不是可以看到电报上都有写吗 北极熊快要没有家了 因为他们要在冰上去补海报 结果冰都不见了 你记得 涌动层也缩小了 怎么去 然后呢 冰雪覆盖下地 运用它水支援呢 都会确定缺水 刚讲过类似像什么 尼泊尔那些地方 当初要用的是 喜马拉雅山的血水 现在都没有了 然后气温升高 传染病会增加 然后有些动物会再见 绝肿 然后整个很多人会营养不良 还有受到疾病啊 热浪啊 什么之类的 更严重的旱灾 或者更严重的水灾 然后整个情况下 会有五分之一 会受到洪水的影响 会有这么多人会缺水 然后会出现物种的灭绝 然后呢 量产会下降 然后人会再叫做 这叫做环境难民 因为环境变迁变成难民 环境难民 然后呢 环境难民 我们台湾的状况 也有人在说 我们台湾再下去 我们也会变成环境难民 环境难民 因为环境变迁 有造成的影响 好 那本来很 干汗的地方就更汗汗 本来水灾更水灾 反正就是大家死得很难看就对了 反正就有很多很多的影响 就是IPCC的报告 说全球暖化可能带来的灾害 让各位了解 那要怎么办 限制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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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原因不是二氧化碳最会吸热错 比起其他的温室气体而言 二氧化碳是不太吸热的 吸热效果是很差的 那干嘛讲它 因为蚂蚁熊兵 它量最多 自从人类工业革命之后 就开始大量使用化石燃料 所以又产生了非常多的二氧化碳 所以一个二氧化碳 比不上一个臭氧 可是我有一万个二氧化碳 我就赢过你 我就赢过你 所以我们就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 二氧化碳排放 其实不只限制二氧化碳排放 我当会会上到京都预定书 讲义的三十六页的知识快递 有跟你写 总共限制了这些不同的很多种 那你不用管别种 你就只要记得二氧化碳跟甲烷就可以了 二氧化碳跟甲烷就可以了 好 那所以这样做吧 所以一九九二年有一个气候变化钢要公约 然后呢 三月二十一号生效 联合国签条约是说 大家行政单位坐下来 手手手手手手好了 条约 大家就说我要签字 但是条约等同法律 所以要带回去国内 经由民意机关同意 当时就先讲好 比如说有多少个国家通过 或者什么什么什么条件之下 这个条约就正式生效 所以他说 1992年签订 1992年签订 94年正式生效 这个重点就是1997年 订立了一个京都议定书 规范了2008年到2012年的 气体排放的标准 第二条约在2005年的时候 二月十六号正式生效 当初一直不能生效 是一个建国家不签 America 他死都不签 他那个总统都为了他的那个金主啊 为他的金主要死都不签 讲那些屁理由 后来好忘记 苏联还谁签了之后 就过关卡 就正式生效 不过这个条约已经没用了 为什么没有用 他到哪一年 2012年 他已经再见了 现在是展期 让他暂时撑一下 所以我们需要个新的条约 所以我一样讲议的 36月之后就跟他讲说 我们开了一个新的条约 我们一个巴厘岛路线图 2009年在哥本哈根开会的时候 希望有个成果 结果叫做没成果 没成果 后来我们有个赛班会议 然后写了一个 讲了一个 有讲跟没有讲差不多的 得班不是赛班 得班 然后写了一些东西 但是有人说他有写跟没有写 差不多的 这两年应该就会出现新的协议了 那等到他出现新的协议的时候 再来重写我的讲义 我讲一下重新再写一遍 这样子 所以这个条约 但是对国中生而言 你只要记得 我们有个条约叫做京都议定书 它是要用来限制二氧化碳跟甲烷的排放 要来解决温室效应的问题 这样就够了 其他的就细节就不用管他 那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有关于全球暖化的部分 请问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 很好